第1998集 对对对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伙子愣了 他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浩轩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自己的症状呢 叶浩轩已经把他的症状给搞得清清楚楚的了 这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是神仙吗 别急 等我说完 叶浩轩摆摆手 打断了小伙子的话 他微微一笑 不仅是这样 因为你这样的情况 酒精和尼古丁对你的身体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你现在的精神状态极差 但是你偏偏表现出来的 却和正常人一样 对吗 对 就是这样的 医生啊 不不 大师 你救救我吧 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我再这样下去 我会死呀 小伙子几乎要哭了 他这几天真的是不好过 而且你表面看起来正常 但是现在你很难受 你的头脑十分的不清醒 因为烟酒 还有长期得不到休息 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很憔悴 你越是表现的正常 这反而说明你的不正常 对吧 对对对 大师 怎么办呢 我现在很难受的 不要着急 你现在的情况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你心理方面的因素 其实这不是病 如果硬说要是病 那也是属于精神类的疾病 我 我的精神病了 小伙子更是紧张了 他还年轻啊 他这么年轻就得精神病了 也不算是吧 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你现在的情况应该至少持续了 已经有半个月了 在你出现这种状况之前 你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个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 有些难以启齿 并不会疑 叶浩轩边说边写下了一个方子 他微微一笑 方子我有 但是我需要根据你的情况 对你的病情进行一些 用量的加减 如果你不说清楚你自己的情况 我可是很难把握好量的 我 半个月前 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小伙子有些气苦地说 他抽出一根烟 点了起来 他夹着烟 三年的感情 比不过一个开宝马的富二代 这是病情起义 第二呢 你还有压力方面的原因吧 你说说吧 压力 小伙子吃了一惊 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叶浩轩 大师 你真的是神了 没错 我是有压力 我老板给了我一个十分重 几乎是完不成的任务 一个很大的单子 他给我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把这个单子给弹成 不然的话 就要扣我这半年的绩效 还让我滚蛋 公司新成立不久 最近半年 百分之六十的业务 都是我弹成的 他这样过河拆敲 小伙子咬牙切齿地说 我最近几天熬夜做PPT 拼命地想方案 几乎是茶饭不思 小伙子苦逼地说 说真的 有些时候我都觉得 我这么拼命干什么 那自己的小命在玩 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 这就是引起你症状的原因 方子我写下了 你的情况 需要一剂猛药啊 叶浩轩说着在方子上 添了几笔 交给了小伙子 小伙子连忙 接过了叶浩轩手中的方子 他扫了几眼 脸色有些变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 大师 这 这样合适吗 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你们公司 百分之六十的单子 都是你弹成的 这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你们老板这样对你 视为不仁 他不仁 你也没有必要不易 另外 感情的事情 没有必要过于执着 你要知道 生命始终是这样 有些人会来 有些人会走 放空自己 你会遇到更合适你的 大师 我懂了 年轻人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他把自己手里的方子 小心翼翼地收好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手机屏幕上显着 老板两个字 小伙子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接听键 并按下了免提 小李啊 你在哪儿呢 昨天晚上的预案 你做好了没有 再过一周客户就要来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一次的客户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必须抓住他 嗯 这一次绝对不能马虎 我会让小王后续跟进的 如果这一次失败了 你也就没有必要待在公司了 这电话里面传出了一个公压一般的嗓门 小伙子的老板十分的严厉 而且十分不讲理 他在电话里喋喋不休 大意就是公司培养了你 你应该无私地为公司服务 你的命都应该给公司 你不能有任何怨言 王总 你让你那个智障的侄子跟着我 无非又是抢我的业绩吧 哼 小伙子冷笑了一声 你说什么 本来喋喋不休说得正起劲的 老板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不敢相信地说 你这是在对我说话吗 啊 在他看来 他公司的员工都应该尊敬他 敬畏他 而且这小伙子 平时工作能力不错 啊 态度也不错 但是谁会想到 他会突然来这么一下子 他说什么呢 没错 我就是在跟你说话 你公司起步不久 半年前我来你们公司 以我一己之力 撑起了你们公司的半壁江山 可是我的业绩 没有为我带来任何的好处 每次的业绩都是您的智障侄子的 我这么努力地为公司 我得到了什么 你对我要求严格 可可我计较 想尽办法榨干我的每一滴血 你这样的公司 怎么不倒闭呢 你说什么 我还告诉你小李啊 你是公司培养出来的 你不要以为你的业绩好 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你就可以目无领导 你信不信我 我现在我就开了你 对方怒了 行啊 那你开了我呀 你不开我 我现在告诉你 就算是你不开了我 我也要吵了你 你想得到这个单子是吧 那要抱歉了 我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和客户私价里也沟通过了 我告诉你 客户对我的方案很满意 而且他很看重我 我现在就拉着他 去其他的公司去 至于你们 我倒要看看 你这种任人为亲的人 到底还能撑多久 狠狠地挂上了电话 小伙子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痛快 骂了他一顿 吵了他 真的很痛快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头还疼不疼了 精神状态还好不好 头倒是不痛了 但是我现在很困 我困得要死 小伙子说着 他本来红润地 和正常人一样的脸 现在变得有些干活 毕竟是这半个月来 没有正正经经地 睡过觉的人了 现在他这样的表现 才是他应该有的表现 他一个哈欠 接着一个哈欠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 另外 这个方子是兴神安恼 你这些天抽烟喝酒 太伤身体 这个方子也有助于 不冤故气 对你有好处的 而且我看你的身体 应该是在很早的时候 就做过手术的 对对对 我做过蓝尾炎手术 年轻人连忙点头 手术后没有好好地保养身体 所以身体一直不是太好 你现在的情况是虚不受补 我那时候看中学业 所以就没有在意身体 太拼了 现在的情况是不太好 小伙子尴尬地说 拿这个药方 以后常吃 至少持续半年以上 这样的话 有助于你的身体恢复 另外 身体是自己的 千万不要搞垮了 是 大师的话 我谨记在心了 谢谢大师 大师 证金是多少 你看着给吧 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有时候诊病 讲究的也是缘分 我来到这里 又恰好选中了你 这也是缘分 分文不取也是本分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 他拿出了自己的钱包 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 他的钱包里面 应该是有几千块 他放到了叶好轩的跟前 恭敬地说 谢谢大师 为我解开心结 我知道 这诊金就算是我付的再多 钱也是不多的 但是现在我确实 没有更多的钱 所以只好倾尽我的钱包 如果以后有缘再见大师 如果我比现在混得更好 定会中些 好 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等等 我要看一下方子 李远青叫住了 本来要走的小伙子 接过了他手中的方子 他扫了几眼 似乎是有些不几眼 他闭上眼睛 苦苦地思索着 林先生 有什么地方想不通吗 你开的方子 只在雇本培员 一起养神 但是这其中的一位甘草 我始终是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伊礼 李远青不解地问道 李先生应该知道甘草的功用吧 这谁不知道 一边的李迪冷笑了一声 如树家珍一般地说出 甘草 姓平 五母 治五脏六腑 寒热邪气 肩筋骨长肌肉 被气力 解毒 九福清身炎年 生用泄火热 熟用散表寒 去烟筒 除邪热 患症气 养阴血 补脾胃 润肺 不错 药理知识记得挺清楚的 哼 我们六岁开始就学这些了 开始认字 就是从汤头哥学起的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立很是自负地说 甘草有时可用于 心气虚 心计征冲 卖结代 以及脾胃气虚 倦怠法力等 小虎子因为之前手术 没有调养好 落下了病根 所以用一味甘草调剂 能让这几药的效果 事半功倍 就这么简单而已 哦 原来如此啊 佩服 佩服啊 李远青恍然大悟 他彻底地被 叶好轩的医术所折服 他也对叶好轩肃然起敬 他一拱手道 哎呦 原来是高人哪 失敬了 只是 我还有一些地方不明白 李先生请讲 呃 你一没耗脉 二没问诊 我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 小伙子的病情的 李远青问出了 心中的疑虑 观气 望着 叶好轩吐出了四个字 高人哪 真正的高人 得罪了 李远青一拱手 对叶好轩施了一礼 不敢当 叶好轩回了一礼 出来贵宝地 囊中休息 借贵地一用 还望李先生不要介意 哎 医者不分界限 朋友尽管用就是了 不知道朋友贵姓 我姓叶 叫叶好轩 叶先生啊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去唐中一叙呢 改天吧 我相信我们一定 还会再见的 那好 那就不打扰先生了 李远青点头 他带着李远离离开 大伯 我们就任由这小子 在咱们家门口胡来吗 李远有些不甘心地问 我现在就叫把案过来 把他给弄走 不可 李远青神色严肃地说 这是个高人啊 在没有弄清楚 他的身份之前 不可轻举妄动啊 可是 可是他在我们李家门口问诊 这简直就是 在向我们李家宣战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他这是在打 我们李家的脸啊 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 李远青冷笑一声 如果真的让他 在我们这里问着 那我们李家的脸 还往哪搁呢 先让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如果他不走的话 我们再想办法赶他走 好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李远想了想 他确实也想不出来 更好的办法 毕竟叶好轩的遗书 让李远青都有些震惊 这种人 在没有弄清楚 他的真实身份之前 还是尽量的 不要轻举妄动的比较好 我还能够 让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我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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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 你能够